各位果皮工作室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潘如,很荣幸又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想讲的是生诞季的第二集,主要的是从我回家之后,回老家,因为我家庭也没了。 回老家之后呢,从事公民活动,主要是网上的公民活动, 一直到最后申请赖民的前夕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讲的都是事实,可能有一些出入,因为有些事情是跟很多朋友一起来发生的,所以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13年的年初,跟秦永敏先生,还有其他的朋友很多,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玫瑰团队, 然后提出了16个字的转型思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当然这个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法实践的了,因为秦先生现在人还在牢里面, 玫瑰团队基本上已经没办法活动了,这讲的是实话。 但是我们后来呢,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尤其是在这个115年,秦先生失踪之后, 然后被抓起来之后,就强行失踪了,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的。 我们就停止了原来的一些工作方式,换了一种另外一种工作方式。 之前呢,我在13年到14年推广玫瑰团队的时候,都是用的是周末的文字讲座, 因为大家还有印象,那个时候上QQ群的朋友应该有点印象, 我是发文字稿的,是转发,有的时候主要是秦先生写的关于中国民主化历史和和平转型的可行性的一些文章, 前期是他写的,他抓起来之后呢,就是我写一些文章在网上来跟大家来分享。 周末,当然这个效果不是非常好,因为互联网是快餐时代,是快餐文化。 其实在13年,14年之后呢,就有很多的朋友他采取了群视频的方式, 主要是在QQ群,因为当时QQ群的群视频是功能很强大的, 可以放电影,可以做视频分享的互动节目。 那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视频群,其中比较有名的当时很多, 共同目标,这个铁匠铺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当时他那个统一目标, 他也成立了很多的群,还有这个张鸣先生也成立了很多的群, 反正各派各流都有啊,远方群,统一目标的这个叫什么的, 我想不起来的,对不起,我记性不大好,阳光心语,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咋鸡咋吧的,是吧, 现在还有一些群也在活动,当然活动不如以前了,是吧,不如以前了, 呃,现在能在活动的就是共同目标和这个张鸣的远方群, 名字改了,但是还是张鸣先生在做,他是监制时间比较长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共同目标,监制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他的群组是老江江九辉,很多朋友都认识了, 他能在国内啊,不展开,那么,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果然,其实这种方式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当初的群啊,这个可以通过升级VIP, 然后建两千人大群,你想想看,一个晚上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千个人, 房间里面,房间里面有两千个人, 去视频区的有几百个人,两百个人我是看过的, 当时很多很多,很热闹,我们晚上吃完晚饭之后都是进群聊天, 这个群跳到那个群,这个群跳到那个群, 很多朋友都认识我,请我来讲一些事情, 甚至我也做过专门的讲座, 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时事热点的一些分析, 当时我们在共同目标群说过很多, 像台湾选举啊,美国选举啊, 这个包括一些重大的事情啊, 像杨改兰服药自杀, 冰花蓝海啊, 像这个后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张扣扣啊, 前面啊,还有那个, 这个蒋静龙啊, 还有这个范花培啊, 是吧, 我们都讨论过啊, 这些事情啊, 民进国江西的这个事情, 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当然这个肯定不会逃过咱们无所不仁的亡警的监督的, 首先后来的情况就是, 首先是这个QQ群的这些群主们, 管理们是被传唤喝茶, 据我所知像, 这个远方群的群主张明, 他就被传唤24小时, 电脑被没收, 警告, 这个都发生过, 像共同目标群主江先生, 他也被传唤过, 甚至就是最后的情况, 就是国王叮叮叮到什么程度, 他在网上发出来, 今天晚上群视频有活动, 刚发出来之后, 群就被封了, 他人也被喝茶了, 就到这种程度, 你别说我们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作用, 开口炮没作用, 我觉得开口炮最有作用的, 共产党他从来都是跟老百姓开口炮的, 都是唱戏的, 共产主义一号, 为人民服务, 不是很多人还相信吗, 谁说口炮没用呢, 口炮, 而且又实用, 又免费, 真炮你想想多贵了, 会炸死人呐, 它的代价太大, 所以, 中国的起点, 我曾经写过一个座右铭, 写在我的一个QQ上, 我讲的是, 中国的起点是一言蔽之, 言论自由, 其他皆为扯淡, 所以这言论自由很重要, 甚至我们在网络上做一些言论自由, 都是冲破当局信息封锁的一个必要的作为, 因为中国人的信息是封闭的, 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局域网, 我出来之后知道, 国外人他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 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后来的这个情况就是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学校也对我非常的刻薄, 我的饭都没得饭, 吃了, 我还有孩子呢, 所以我在家里就卖电脑, 也是跟很多朋友的知识, 就支撑过这么几年, 去修电脑, 我哥哥开个电脑公司, 在我们当地就修电脑, 我就挨家挨户去修, 修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问他这个, 我看这个修的人的水平, 如果他这个客户的水平有点认知了, 我都给他装个饭桥卵箭, 让他翻翻墙, 我当时是这样传播的, 而我这个几年传播翻翻软箭, 居然没有当地国报喝过茶, 我出来之后才知道啊, 当地国王当时他是知道我这样一个人物, 在当地我们一个小县城, 我不是一个小人物啊, 我一二年就删过美国之音了, 我不是小人物啊, 但他的策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他除了几次大的事件, 像六四要出来派几个人来看着我, 陪我旅游什么的, 还有就是这个轻银酒他们上门的, 还有几次上门骚扰过, 基本上在家里待了三十年, 他们骚扰的次数是各位说的, 这个在我想起来还是蛮奇怪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国宝是天天就盯着你的, 你什么都做不了的, 它就跟个高药一样贴着你, 是不是? 但是我在苏州的时候情况要严重多了, 在苏州的话因为他领导墓在苏州啊, 所以出门都是都是黑狗盯着你啊,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一回苏州我就马上, 我人在大巴上, 我回苏州, 我儿子他在苏州啊, 还有很多朋友在苏州啊, 办事情啊, 是吧, 单位也没完全切割嘛, 去苏州, 刚上大巴还没下车, 车还没到车站, 国宝电话已经来了, 潘老师晚上先吃个饭吧, 吃饭的意思是什么? 条条框框的, 你到哪里要汇报, 你什么地方不忍去, 你什么话不忍说, 而公园不忍去, 为什么公园不忍去? 我当时在苏州是有很多朋友, 有公民团队, 我们当时在苏州有很多访民强拆的, 有什么的, 很多的访民, 像范木耕老先生都是访民啊, 他现在因为他抗强拆嘛, 他被判八年嘛, 我就去大公园去演讲, 我在那个大公园演讲, 说这个大公园演讲, 我就在人山南海几百个人, 老人老年人主要是, 我就在里面演讲, 演讲我就说共产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这样, 虽然我没有喊大老共产党, 但是我把共产党的本质讲得很清楚, 他的一档专制, 他的一档专制的危害, 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年人听不懂听不懂, 反正这种情况就是, 下面有国报在订阅你的,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当时在苏州的这个活动, 我其实很喜欢苏州的城市, 那逼不得已嘛, 你要生存嘛, 回家营生, 所以后来的情况就是,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网络公益运动, 包括在网上宣传每个人, 幸好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合作伙伴, 他就是徐琴, 徐琴大姐, 他然后就主管人权观察, 他就做人权观察的, 先是做代理秘书上, 然后大家把他认为是做秘书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家就请他做秘书上。 后来的事情就是, 徐琴也在2017年失踪了, 他失踪大半年之后, 然后现在应该是, 心生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他人现在在休养。 16年和17年的整个政治气氛的感觉, 都是在越来越严峻, 我的感觉是越来越严峻。 15年、14年去苏州还能讲几句话, 还见个朋友呢, 到16年、17年, 我简直就觉得就没法去活动了, 包括后来的QQ也改版了, 后来到什么情况, 就是说我们只要说晚上有什么活动, 哪个群要开什么论坛, 那个群马上就被封了, 有的时候我们一天要见几个群, 就到这种程度, 你能说我们网络传播民主化没用吗? 我觉得没用的话, 他要一天封我们几千人的群, 封几次干什么呢? 而且我们很多管理员, 一天被封了, 我们一天就把两千人的大群建起来了, 可以说大家的热情很高了, 问题是, 这是个极权抵制, 1984的书和电影都看过, 他不是需要你服从, 他是需要你改造思想,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所以归根结底, 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争取, 他的邪恶建立于中国人的无资, 和中国人的价值虚无的基础上, 所以他的邪恶被尘倍的放大了, 欧洲的共产运动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从俄国到东欧, 但是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有基督教的社会背景, 也有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社会背景, 所以他们后来的清除共产余独也是进行的比较顺利的, 只有一个例外, 俄罗斯现在虽然说它还是专制国家, 它是半民主的状态, 普京个人独裁, 但它对共产党的清理还是向前跨了很大一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很难在国内, 我觉得在国内再待下去我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就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要出来了。 16年之后呢, 其实我当时是想去美国的, 16年之前是有这个打算去美国的, 但是我不知道秦老师的状况怎么样, 秦老师15年失踪之后一年多没消息, 一直到16年才有消息, 他已经被抓下了, 他已经颠覆国家政经人罪, 当时是逮捕, 宣判是17年的事情。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跑掉, 我不能溜, 因为当时群众无数, 我不是手啊, 再抢一遍, 我做不了手, 我是个小兵。 就这样呢, 我就在网上把大家的人气凝聚住, 当时我们内部还有美洲的例会, 团队会议都有, 这个讲清楚啊, 我们的情况还是运行还是良好的, 虽然没有请先生, 但是我真正觉得每个团队没有请先生, 我们也是运行下去的, 问题在于大陆已经完全的朝鲜化, 它已经不许你说话了, 甚至他不许你有任何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我是不甘心的, 为什么呢? 我曾经想过要去坐牢或者什么的, 我也这样想过, 第一个, 我这个人受不了什么酷刑, 万一打过去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第二个, 我这个脾气不好, 可以说脾气比较暴躁, 可能会被他们整死什么的, 这个我都说不清楚。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话, 我父母年纪大了, 七十岁了, 在这个年纪段呢, 我不想最后死在劳引。 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的是, 我父母也是明白人, 他们经常说, 潘禄啊, 你要找出路了, 你现在年轻了, 你三十多岁, 在国内的时候三十多岁, 你的器官共产党要拿去用呢? 我父母很清楚的, 共产党是什么。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 对于我是考虑到, 共产党推翻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不是能在五年十年内能看到希望的事情。 第二个, 中国的民主化, 这个时间应该比共产党倒掉, 时间要更长,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而建设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的话, 我觉得需要的是一些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改变, 还不单单是一个民主制度的问题。 所以我这三个问题是一级一级比一级高的, 我想的话我是一个文化人出身, 我对中国民主化的贡献也有了, 我自己也为之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专心了, 我可以出来做一个学者来剖析中国文化, 就像我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解构中华》系列, 和各位分享的这个《无名刀地》上的很多东西, 还有《酷刑华夏》的孔子的系列一样, 我现在主要是讲这个东西。 我单单的不是把共产专制给骂的狗血喷头而已, 我还要考虑到中国的文化和价值系统怎么来转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应该去做的, 因为我是一个学哲学很多年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一些更加宏观的一些问题, 而不应该在中国的这个大监狱里面去跟他们耗下去的。 因为我的对手是什么? 我的对手都是一些三教九楼之辈, 他们甚至连一个正式的警官都不派来的, 他们派来的都是一些保安,都是一些黑警、黑狗。 我觉得这些人也太差劲了, 所以他们只会用狼牙棒对付我。 我跟他们讲你们讲什么呢? 他们也许连书都没读过, 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悲哀。 他们为了一个蛮头就可以去咬人。 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我已经不考虑在大陆去继续待下去了。 尤其是从徐情失踪之后,我就觉得我得要另考出路了。 不然我知道我迟早一天也会失踪。 这是很多人经历过的。 所以我在大陆里没坐过牢, 传唤过几次,黑监狱关过几天,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金和民怨关过几天。 后来就到了16年的年底,我又一次到苏州来。 这次苏州来,我原来的打算就是来办护照。 还是跟原来一样,人刚下车,电话就到了。 派老师,你来苏州了?来苏州之前没跟我们讲啊。 那我就奇怪了,我到苏州来跟你讲干什么啊? 你什么让我给你讲啊?他们知道我这个人讲话很厉害的。 过来喝杯茶,就到了一个苏州的一个植物饭店旁边的一个凯迪咖啡。 那时候我们老据点,他每次看我有活动的,他都把我吐过去喝茶。 结果活动组织不起来了。我一般在苏州活动都是我组织的。 大家明白了吧?我是组织者。 这样把我控制住了,活动就没了。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的副队啊,姓什么我就不讲了, 因为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说,派老师,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打算准备。 你们也太厉害了,你们这几年把我治得服服帖帖的。 然后我现在吃不饱喝不好,就一个人,父母也老了,也不向他们担心。 另外我又说了,我说文革的故事你们都听过,是吧? 都听过。公安上是什么,你们也清楚。 咱们这么多年老朋友了,是吧? 三十年合同,三十年合系。 我说我要出去了,你们看着办吧。 所以他最后就跟我谈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们也蛮负责的,说苏州国宝的水平还是比其他地方要高一点。 所以说,毕竟文化是项目。他们特别开了一个车,开到我老家跟我父母谈。 跟我父母谈。就是我的去向的问题。 我们一个桌子插外领坐下来谈。 结果呢,我就跟他讲了,我要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国家。 当时我才开始考虑的是选择美国。 但到那个时候美签已经非常难了。 因为特朗普已经上台了。 如果我早一点办护照,办美签,可能好办一点。 到那个时候美签也很难了。 所以我考虑着美国就不想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民运圈,实在说实话呢, 我很敬佩他们,都是前辈。 不过我觉得也是蛮复杂的。 我觉得中国人华人嘛。 我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人。 我想找个地方看书。就像这个地方,图书馆什么地方。 所以我就想到欧洲这个国家看看。 运气也不好啊。我想去英国的。 英国我去过。 我唯一在大陆生活的,英国是我唯一去过的国家。 正好在想办签证的时候,英国发生爆炸。 穆斯林、伦敦议会爆炸。 2017年年初的时候。 所以英国我也没考虑了。 我想这个英国签证也不好弄。 办荷兰签证。 我想荷兰是欧洲一个比较文明的国家。 荷兰这个各个方面也是比较好的。 福利方面。 对难民政策方面也比较好的。 所以我当时没有考虑,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来对了。 我当时没有考虑的。 所以就办中国护照和荷兰签证。 我待会这边要结束了。 因为图书馆要休息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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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